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就是国家利益需要军事力量的保障 庞大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美国海军力量的强大基础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超级大国的身份 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 更体现在其超强的军事力量上 单从海军来说 美国目前拥有11艘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军事10万吨级 安装有4部弹射器的大型航母 1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50余搜搜各型攻击核潜艇 以及近百艘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等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整体实力甚至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海军加在一起还要强 为了保持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 美国每年都要花费约7000亿美元 这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GDP还要高 BDG1000万吨隐身驱逐舰 阿利波克宙斯顿驱逐舰编队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回报 相信美国也不会花这么多的资金去维护庞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军事力量的利益回报并不是直接以金钱的形式体现的 依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美国基本上掌握了世界主要资源的主导权 包括政治 军事 能源 自然资源等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几次战争 掌握了海湾地区的石油化语权 进而掌握了石 戒能源市场的主导权 其次 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优越生活 必须有足够的力量 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挑战 这就是军事力量的价值 最后 军事力量最大的价值之一是威慑 我们有句古话 不战而屈人之兵 军事力量其实不是为了去打仗 只要能够实现战略战役目标 军队最好还是不要开战 俄亥俄级战略和潜艇搭载的24枚三叉戟D5前射弹道导弹 虽然军事力量的价值不只是用来作战 但是 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就无法阻止其他不良企图的国家发动战争 这个价值就足够了 欢迎关注VNA解析 讨论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讨论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讨论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讨论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